因為我媽媽懷孕的時候 她感染了德國麻疹 所以細菌吃了我的手指 我出生就沒有正常的手指 經歷了很多年的矯形外科手術之後 就叫做了現在的手指出來 我的信仰給了我有很多的力量 經過了很多年之後 我終於找到我自己最喜歡做的事 就是去彈鋼琴 所以其中一部份的工作 我就是去教授鋼琴 我有一批的學生 是很特別的 是手指有問題的學生 而且每一個的學生 手指的情況都不同 我很記得有一位的學生 他的手指的情況比我更加差 他的手指非常短 一粒粒的 其中一隻手指還要九十度角 我很記得有一次 因為他要處理一些琴事的樂譜 他真的彈不到 我就跟他一起在鋼琴做實驗 一起去量度指法 如何彈到那個音符 忽然之間他就靈機一觸 自己不知如何 雙手扭一下 打一下關斗 就彈了過去了 那一刻我覺得 其實不是我給了希望他 其實是他給我那份很大的鼓勵 和那份盼望 如果在我的經歷裡面 我就會覺得是一個過程 而這個過程都不是一段很短的時間 是需要幾長的時間去經歷 但是在經歷的過程裡面 其實都遇到很多的困難 或者一些的障礙 但是這些的障礙 過了的時候 就會慢慢成為一種前行的動力 所以我覺得 每個人其實是需要有那種的希望 或者那種的期盼 就是你很期望有一些好的事情 是會發生的 我自己而言就是 我經歷了之後 我覺得過往我這些困難和挫折 經歷了 原來是成為了別人的祝福 可以鼓勵到其他人 可以去將這一份的希望 去直接傳遞給我的學生 給我身邊的朋友 甚至現在可能有很多機會 去看很多不同的團體去分享 可以接觸到很多其他人 所以我很想鼓勵大家 其實當你遇到困難 或者你遇到一些挫折 你不明白的時候 不用整天去怨那天 其實可能想一下 究竟這些障礙 對於你生命來說 就是人生那麼長時間 是一個什麼的目的 香港品隔日 約定你一齊 傳遞希望 香港品隔日 中文有新的地區 只能看,如果你是我身邊的 還有一條故事 你不可以接受到